加南游理大學的團隊是露西大學的社會支點 正在大學區 為了說讓我們中部可以走出一個社區 來臨是不同的生活 就特別邀請他們來到加南游理大學 來貼業一間的大學生活 而且來臨學家的香草是沒有 還有製作精油藥膏 跟學生作為來讀過非常難問的一天 來到加南游理大學的教學當中 可以看到坐在裡面的都是阿公阿嬤 他們是來自大來孤寬給社區的中部 他們在好好USR團隊的邀請之下 來提供一天的大學生活 好好也特別安排 學生的香草一步跟這座精油藥膏的課程 讓中部的成分學生的大學課程的一部分 今天的課程主要就是介紹 我們在生活當中常見到的一些園藝植物 然後利用一些小的技巧 可以把園藝的植物來療癒我們的生活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利用很常見的 倒手香 左手香的植物 用它來做成一個左手香的香药草膏 它可以有質養 趨紋 芳香 提升的作用 這間的課程好好也特別安排 領領大學的中部的作為常務上課 每個中部都算得非常開心 反而社區的中部也要邀請大學的老師和學員 未來可以到大來孤寬 作為常務社區的課程 我們今天從大來來來台南 家藥學校大學家 來學做薄荷的藥膏 回到我們大來孤寬 來用的芳香 芳香 芳香糖 我們這個阿嬤大家都很高興 我們很多人來 很高興到後來換他們來我們家 這樣就好了 回到好好也運用在地實在 做著好吃的五餐給中部平衡 當時也安排阿公阿嬤 穿上學士服這會非常留念 為一天大學生的體養 老下美好的回憶 記者國伯義人家庫 蔡宏伯德